9月3日,国新办就香港当前局势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布会上,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针对香港局势提出了三点意见 杨光指出,目前香港局势正呈现出一些积极的变化 直暴治乱,恢复秩序,已成为香港社会最广泛的共识,最强烈的呼吁 但是,暴力违法活动仍然没有得到完全遏制 攻击警方,破坏地铁设施等行为 在任何国家,任何地区,任何法律制度下都已经构成暴力犯罪 少数暴徒用他们的违法犯罪行为向世人表明 他们的目的,他们的矛头所向,已经与修例无关 他们心甘情愿充当外部势力和反中乱港势力的马前卒 不惜做出暴力违法的恶行 目的就在于搞乱香港 瘫痪特区政府 进而夺取特区的管制权 从而 把香港变成一个独立或半独立的政治实体 加高度自治,港人治港之名 行完全自治,对抗中央之实 最终 是一国两制,民存实亡 杨光表示,现在已经到了维护一国两制原则底线 维护香港繁荣稳定的重要关头 港澳办对此提出三点意见 第一,希望香港特区政府和社会各界人士围绕止暴治乱 恢复秩序,进一步凝聚共识并付诸行动 第二,希望大家把以和平游行集会表达诉求的行动 与暴力犯罪和挑战一国两制底线的行径区分开来 第三,希望大家聚焦香港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的根本问题 献计策,献策,共谋解决之道 同时,对于示威者提出的五大诉求 杨光表示,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里 所有的诉求都必须依法提出 两个多月来,一些激进分子 打着五大诉求的旗号 致全体港人的安宁生活 和香港繁荣稳定的大局于不顾 肆无忌惮地实施暴力犯罪 践踏香港的法治和社会秩序 挑战一国两制底线 严重损害了香港和国家的利益 这不是在表达什么诉求 而是赤裸裸的政治恐吓 政治要挟 杨光强调,反对派和一些激进分子提出了五项诉求 他们的终极诉求是实行双普选 他指出香港的民主制度是在香港回归祖国以后真正建立和发展起来的 并且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14年8月31日做出了813决定 对行政长官普选办法的框架和核心要素做出了规定 但遭到了反对派议员的否决 他们想要什么样的普选制度呢 他们想要的普选制度 就是要超出基本法和人大常委会有关决定 能够选出一个可以代表他们立场 可以不对中央政府负责的行政长官 从而为他们夺取香港的最高管制权铺平道路 今天我要明确地说 有这种想法的人是打错了算盘 无论将来什么时候启动政改 香港的普选制度都必须符合基本法 符合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有关决定 杨光表示经过此次事件 香港的国民教育特别是国家意识的培养 或许也值得检讨和反思 所以在止暴治乱恢复秩序之后 无论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还是全体香港市民 都要把国民教育作为一个重要工作 这也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 也是对香港下一代最负责任的行为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